嗨,大家好,又來到香港POKEMONMISS SEASON SHOWDOWN的比賽 今天是5月的第一場比賽 應該好像是最後一場了 可能是今季比賽賽道的最後一場比賽 現在是來到Top 8的比賽 是由畫面左手邊的Angus對右手邊的 兩個都叫嘉進的蛋桑 這次請來一位嘉賓是食招巴打的 你好,FF巴打 今天是第一次來旁述 請多多指教 這場比賽你怎麼看? 我還沒看到他們的重 我可以怎麼看 好了,現在準備開始了 這個比賽可以 4、3、2、1 好了,卓柱都說了開始 現在兩邊都進入選重的程序了 好了,我們是未有東西可以看到的 看到Logan都說 有了 我們看到左邊的Part Time Boyfriend 很明顯是一隊希胸隊 看到有一隻放希胸的Policon 2 應該是Mega的外伙佛陀 還有Mimikyu 還有一隻Goo 還有一隻卡比獸和Tapu Bulu 也挺重火力的 蛋桑那邊 看來都是用格龍做主軸的一個隊伍 有這個 吹嘟蟲 蝶蝶 Bulu 格龍 緊鬼 還有前跑巧虎 兩邊都是看他們怎麼設定的 我們看到這隊 雷尼再加這隻吹蟲蟲 為什麼叫吹蟲蟲呢 因為我們第一場的Mate Season Showdown 那時候 蕭巴就用這隻蟲 拿了一個冠軍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那時候比較少人用這個配置 那時候 然後有一段時間 都有很多人抄襲這個配置 因為他在第一回合可以做到幾大的優勢 強攻可以拍對面的一隻 然後給了機會自己格龍做強化 我們都知道他的速度真的很快 我們大家都很深刻 龍武四次的Mega班吉拉 都不夠他快 那要看看今場的表現是如何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看到兩邊都可以出他的手法Pokemon 看看會出什麼 為什麼全部都是女玩家來的呢 Player本身呢 就是男的 但是 一個男的Player 一直看著男人 就不是那麼舒服的 原來是這樣 好了 我現在看到對面 就用了一個很standard的 Tapu Lele 再加吹蟲蟲的組合 那這邊就是一隻Mimikyo 再加一隻呆火陀 那我看到吹蟲蟲 都吃了一顆種子 加了特防 還有加速了 好了 那現在速度上 絕對是這個 正名 敏捷蟲是最快的 那他現在這個時候 Mimikyo看來都是有些稀胸的配置 如果可以發動到稀胸的話 那優勢就完全是在Angus這邊 是的 我們都知道 其實Mimikyo他的特性就是 一個disguise 可以擋到一下攻擊 就不會扣血 一個替身的效果 所以呢 他開到稀胸的機會都很大 是不是 也是 也是的 就看看對面 敏捷蟲會有什麼招 跌跌應該阻止不了他開氣空 這個時候 首先噴火台 一個Mega進化 Mega組 我覺得挺帥的 其實這個Mega進化 坐著 一個刀山 火山形 非常有力量 是的 我們看到敏捷蟲來的孫逆爆彈 打到Mimikyo 打爛了他的替身 同時降了他的兩級特防 那會不會 這個Tapulay會直接 了結了這隻Mimikyo呢 精神練力 沒有原練 打到Mimikyo 撐不了 但是這個時候噴火台 趁機用一個熱風 兩邊都中的 都叫做一換一 換走了 敏捷蟲 是的 但是 開不了氣空 其實對Angus來說 都挺傷的 因為他現在速度 整隊都慢過對面 雖然是這樣 這個時候 蛋桑那邊 就放個格龍出來 我想他打算 趁這個機會 有機會可以做得強化了吧 但是 這邊Angus 有個敗路球菇 敗路球菇 那些催眠粉末的話 說不定可以阻止對面 但是這兩隻速度 都是超慢的 其實 這兩隻都是超慢的 不知道他能否捱到 出到一招 一招的 蘑菇包子 而同時 格龍也有機會 會是一個 防粉的特性 看到敗路球菇走了 就換了一隻卡比獸出來 精神念力 打到噴火頭那邊 傷害也不錯 他還沒有道具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 一格龍 一格龍 因為這一段 其實 Edwin應該會剪掉他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怎麼說 我們講一下私人事 好嗎 你想講什麼私人事 你的私生活 不要說愛私生活 我只講你 因為剛才 我看到有個小妹妹 進來想買卡 你眼睛睛看著她 難得看到 卡譜裏面有個小妹妹 客人也會先看兩眼 但是不對 不要說那麼多 現在格龍 這個設計都放出來了 你的中文名字 我都 刺五顆 音爆了 打了下去 就打死了噴火頭 也正常的 噴火頭 血量已經不正很多 但問題是現在 格龍 全部能力都加了一級 那要怎麼處理這隻格龍呢 現在我們看到Angus那篇 剩下一隻卡比獸 和一隻敗路球菇 敗路球菇 其實會被 雷尼剋制住 而格龍也剋制住卡比獸 所以她這局 都應該空多吉少 嗯 如果我這樣看 如果卡比獸 有吹走 然後球菇 好幸好有保護的話 說不定 可以 阻止一下 哈哈 不排除有這些可能 但我們也看下去 看看兩位玩家如何操作 你看到兩邊都在想著 不過格龍這邊的優勢 的確是很大的 這個時候卡普貼碟 有一個精神尿力 打到球菇 打不死 這個應該有調整過 但是 格龍這個 運氣彈 打了卡比獸 哇 威力非常強 連卡比獸都一擊KO 對 卡比獸其他一隻 特防挺高的 Pokemon 都是一擊KO 現在一打三的情況下 一隻殘血的敗路球菇 應該都沒有辦法 我們就要看下一個回合 大家怎樣配置 對 如果看這個回合 看來開不開到希空 就是一個重點 如果開不到希空的話 其實格龍也很難阻止 沒錯 我們都看到 拉利加上這隻敏捷蟲 其實這個組合 第一回合 可以給到很大的傷害 不知道這次 會不會 Angus那邊 就會 他會用一些調整 可能用一個雙希空的組合 來破解他們的招式 好了 現在就再看看 第二回合的情況 其實現在有些 大家練重 現在不止以前 不用升到50L以上 可能有時候 一招就可以用到重 其實也挺方便的 可以多練幾隻 不同的 練了努力就OK了 可以試一下 其實也是的 我也是貪方便 經常練到十幾L、二十幾L 就拿出來打 但是 打我們打VGC rules 就無所謂 因為今年已經直接會跳50 但是呢 如果玩錯了其他 rules 有時候 可能打戰鬥塔 就只有二十幾L 那就很不值 拿著二十幾L出來打戰鬥塔 應該爬了十層 都應該爬不到 好了 現在第二場的時候 剛剛說 會不會有雙氣空的配置 但是 立方獸二都幾有機會 在這場可以見到 因為如果見到Mimikyu 阻止不了 即開不了氣空的話 那可不可以 立方獸二有另外一個機會呢 那我們就看看 這部兩位玩家的手法 Pokemon是什麼 再說一次 現在就是由左邊的Angus Part Time Boyfriend 到右邊的蛋桑 兩個都加進了 好啦 都是女玩家來的 好 現在看到蛋衫那邊 就出了一隻 現在最Hit的 刺燕彭克虎 和Tapu Bulu 然後這邊 Angus這邊 就出現了 我們所說的 立方獸二 和一隻 都是Bulu 比較少見 Bulu的內戰 但是 剛才看到 好像是 我方 是不是 我方的Bulu 才開 清草場地 這個複製 就沒什麼用了 但是 前跑黑的威嚇 我們的Bulu 也有少許不利的情況 現在我們就看到 我們這邊 Angus這邊的 Tapu Bulu 是會比對面的Tapu Bulu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 稀空隊 會不會今次選擇 不稀空呢 我看到一個Fake Out 打出來了 Bulu出不了招 然後一個Tapu Bulu 一個吹飛 吹走了立方獸二 要搞他開不了氣空 然後Mimikyu 就被召喚出來了 要在右邊 要在右邊 就打到Tapu Bulu 然後對方的Tapu Bulu 就有一個吹飛 吹走了一隻 立方獸二 阻止他出氣空 然後Mimikyu 就被召喚出來 對戰 這個吹飛也挺漂亮的 完全是為了 黑激 黑激 而用 好了 現在看到一個Z技 打出來了 是什麼來的呢 是一個鬼Z 就是由Mimikyu出 對 對了 這個 咦 這個是Z同命來的 這個Z同命的效果 就會有跟我來Follow Me的效果 我看不到他本身打了什麼 但是這個木槌 就打了Mimikyu 解掉滑皮 嘩 這個木槌是不會扣自己的血 其實也挺划算的 然後 Angus的岩斌 岩斌打了兩邊都中 但是沒有歉道 再來一個趴落 Mimikyu還是有一半的血量 他似乎浪費了一個Z技 因為他沒有被人打死 現在看到我們因為草場地的關係 所以扣了血的Pokemon 都會順次序回血 嗯 這個草場地其實也挺麻煩的 這個場地來的 回血 幫助自己也會幫助敵人 所以也是一個雙面刃 那這個時候 Angus的卡布布魯 換走了 換入噴火陀 然後前跑克服一個 Little Charge 打到噴火陀 威力也有 就算是減半也很厲害 我們看到再來一個趨飛 在塔布布魯打過來 吹走了Mimikyu 再阻止一次他開氣空 連續兩次都開不到氣空 那Angus這邊會不會有些難對付呢 難對付對方呢 如果繼續吹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繼續吹呢 還是會抓到一個機會氣空呢 這個就是這場的看點 是的 但我們剛才也看到 這個立方獸2 又被召喚出來對戰 他的複製特性 就複製了威嚇 令到對方兩隻Pokemon的物攻 都降了一級 會不會對他來說是有些好處呢 絕對是 兩隻都是物攻手的時候 這個威嚇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現在這個噴火陀 雖然可能會被夾攻 但是如果夾攻 那立方獸2 就可以開氣空 如果不夾攻 噴火陀的威力 絕對可以處理對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噴火陀 就是Mega進化了 就變成一隻火山怪了 噴火陀就選擇用保護的 這下保護很穩陣 然後木槌打下去 立方獸2那裡 然後會不會兩個都是圍立方獸2 沒錯 再來一個拍落 拍落了這個進化廢石 找到機會可以開到一個氣空 終於 開了氣空之後 很明顯 噴火陀就變成最快的Pokemon 而對面的兩隻都是最慢的 整個形勢好像逆轉了 然後噴火陀的屬性 又黑著對面火屬性黑 Bulu 他的地屬性黑 這個炎扒克虎 我想 這個就要想一想 你會不會放棄其中一隻 或者趁這個時候 換回其他重 好了 叫噴火陀的一個 帶地主力打進去 Bulu那邊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然後呢 立方獸2 就用一個自我再生 回一半的血量 然後浸現了一個下 踢進去噴火陀 Bulu再用木槌打進去 立方獸2 都是處理不到的 但是剛才那一刻 按錯鍵應該真的很傷 如果他剛才的帶地主力打進去 跑虎道 那絕對應該沒有問題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三個回合的 欺騙空間的情況下 他還有速度上的優勢 看看他之後會怎樣 怎樣 部署 你聽到陪你這遊戲 好像 好了 那現在這個青草場地就 完了 都沒有意思 有 大家都會 青草場地大家會補血 補血其實都會影響 攻擊的亂數 有時候差一點就是差一點 沒有辦法 那一滴血就可能影響生死了 沒錯 可能有時候天生一血筋的情況 可能是 對 那這個蛋桑現在換 趁這個時候換低了 前排那一副呢 換回格隆出來的 那 那 布魯就穩陣的來一個守住 那 那 就大地之力 今次打下去格隆道 沒錯 但是 哇 威力都扣了很多 劉粉獸再趁現在回血 差不多回滿了 剛才我們聽到觀眾說 降特防 其實這個噴火陀 Mega噴火陀的特性 是Shear Force 是會直接bypass了 他的 他的招式的附加效果 就要 以這個來換了1.3倍攻擊力 所以他是不會降特防的 我們見到Bulu換走了 換回次元扒褲 用回一個威嚇 但是對面兩隻似乎都是特攻手 那就沒什麼影響 你 就算了 一天 他覺得 他是一天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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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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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